玄冰和孙一珍结婚近两个月 千万新婚豪宅被曝光 虽然玄冰和孙一珍这对夫妻已经结婚两个月了 但他们夫妻俩依旧是网友们热议的话题 最近玄冰和孙一珍以千万购买的新婚顶层公寓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其设计清楚地展示了业主的高级审美 在5月18日播出的Mita综艺节目TMI Soul中公布了最贵不动产明星榜单 玄冰在最昂贵的房地产明星中排名第11位 继续成为媒体的焦点 话不多说 跟随十一 一起来看看这套价值千万能好债吧 据了解 玄冰和孙一珍选择的新婚住宅是W豪华顶层公寓 这个公寓是他俩婚前于2021年在京畿道九里市安克里村 以48亿韩元购买的 房子位于杭华别墅区四楼 面积242.45平方米 只有7套住宅 灵感来自已故世界著名的荷兰艺术家 彼岸蒙德里安的画作Cup Season 据说女演员韩素希也住在这个小区 该借助在一楼提供免费葡萄酒 每两年为居民提供一次内部装修 据称最高楼层设有一个花园露台 只能通过一个难以琢磨的秘密楼梯到达 从大门一直深入到整体建筑内 露台景观雄伟壮观 设计极为抢眼 时尚 看着这套顶层公寓内曝光的一系列照片 再次让大众不仅赞叹这对黄金夫妇的审美情趣 虽然毗铃首尔但这里的空气非常清新 亲近自然 从地下室到停车场到接待区和大唐的小路 都让人赞叹 客厅宽敞 光线充足 如果孙一珍想要养宠物的话 公寓宽敞的空间也是一个理想的条件 这座千亿顶层公寓采用解约的现代风格设计 以白色为基调 带来轻盈明亮的感觉 学宾的现代厨房和他的主人一样是豪华而强大 如果这里成为这对新婚夫妇的新家 现代化的厨房设备一定会让漂亮姐姐孙一珍非常满意 厨房的大餐桌可以看到花园 不仅是新婚房 两位明星婚前房产也同样令人震惊 节目显示 学宾2009年曾以27亿韩元买下豪华别墅 2020年以40亿韩元出售 获利13亿韩元 此外 学宾还有一套价值48亿韩元的多用途富士公寓 作为他公司的办公空间 据市场估计 今天这套富士的公寓价值高达100亿韩元 当然 女明星方面孙一珍的竞争力也不逊色 她也在江南最豪华地区拥有价值160亿韩元的建筑物 与此同时 她在2015年以93亿韩元购买了另一栋借主 并在三年后以135亿韩元出售 也获得了巨额利润 看来这对夫妇不仅擅长拍戏 而且在房地产投资方面也是非常具有贴富 真是不得不让小编佩服呀 接下来内容更精彩 离婚后的宋忠基 事业发展 财源滚滚 绯闻不断 宋忠基和宋慧桥曾被认为是娱乐圈泡菜界最美的一对 继电视剧《太阳的后裔》大获成功后 宋慧桥和宋忠基两人宣布交往 经过一年多的互相了解 两人于2017年7月举办了一场世纪婚礼 成为了当时亚洲最火的娱乐盛世 然而仅仅同居一年八个月 两人就正式宣布离婚 也出乎大众的意料 尽管近三年的各奔东西后 宋忠基和宋慧桥不再提彼此自由发展自己的事业 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舆论的焦点 看来分手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一线明星的名声 离婚后的宋慧桥可能是更分闭一点 而宋忠基却享受着完美幸福的单身生活 看来宋忠基已经完全走出两年前和宋慧桥离婚的这场风波 事业和财富都在上升 离婚后的宋忠基除了参与一系列影视项目 还收到了各种活动的邀请 这使得他的事业快速发展 并挣到了巨额的财富 2021年 宋忠基超越前期 位列韩国收入最高明星榜第四位 如果说离婚后的第一年 宋姓男星曾经因为生活比前期惨而受到了无数的嘲讽 那么2021年 宋忠基以一系列大片作为回归的标志 十足地给粉丝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 宋忠基也成为众多品牌的宠玩 他还将活动扩展到日本 并建立个人Instagram页面以增加影响力 这是宋忠基出道多年来从未做过的事情 直到和宋慧桥离婚后 宋忠基才决定在Instagram上开设个人主业 幸运桃花绽放不仅事业路顺风顺水 离婚后传出无数约会信息的宋忠基 感情生活也如风筝一般一飞冲天 虽然都只是传闻 但足以证明宋忠基的幸运 首先传出的是宋忠基与电视剧 《阿斯达年代季》合作演员金玉斌的约会 由于宋忠基刚刚宣布离婚时就传出绯闻的时机 也导致金玉斌遭遇到了舆论的大量批评 接着在拍摄《文申佐》的时候 网友们很快发现了 宋忠基和金玉斌在幕后的一系列浪漫画面 不仅在电影中甜美 在没有镜头的情况下 宋忠基也展现了金玉斌的疼爱和甜蜜 而宋忠基本人也曾承认 自己和金玉斌真的很般配 出现在釜山电影节红毯上的宋忠基 因为看金玉斌的动作十分的深情甜美 也让粉丝们目瞪口袋 青龙奖颁奖典礼上宋忠基和金玉斌漫不经心的亲密交谈 完全没有注意人们的目光 这让宋忠基一度被卷入了与搭档金玉斌的恋情传闻 不过最近宋忠基公开表达了对女演员金太利的喜爱 她在个人页面上发布了一张她观看金太利第一个的logo照片 并写道请多多支持金太利 而在2020年宋忠基和金太利共同在电影《胜利号》宣传期间 就有很多的亲密动作 所以宋忠基的最近举动让人们纷纷议论 她与女演员金太利的真实关系 不少粉丝甚至认为他们可能是在谈恋爱 因为这也是宋忠基第一次发文谈论 与她目前正在演的电影无关的女明星 而与前夫相比 回归单身状态后的宋慧桥 开始逐渐追求更加光鲜潮流的时尚风格 也不断地出现在时尚杂志上 受到众多品牌的追捧 不过在演技和绯闻方面 宋慧桥与前夫宋忠基相比 还是逊色了一些 总之他俩现在的事业都发展得挺顺利的 至于感情方面呢 就让他们各自寻找自己的幸福吧 也许某一天他们突然复婚也不是不可能的 好了 以上是本期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